哈喽大家晚上好啊 我看到现在已经有朋友陆续在登录了 我们稍微再等一会儿会儿再开始 现在还不到8点 大家应该听得到我说话吧 听得到的给我打一个1 好不好 或者说随便打一个什么 听得到我说话和看得到屏幕 可以啊 好的谢谢 今天墨尔本真的好热 应该是早上热 昨天很热 然后到了不知道中午还是下午 突然就降温了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墨尔本 我觉得好神奇 现在是夏天嘛 然后早上那么热 不过我现在在家里也挺热 因为我们家这个我现在在卧室朝西边 然后它一旦是晒过了之后 那个反正就很难降温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冬天会好一点 冬天晒得比较暖 就觉得比较适宜 那我们差不多 我看到已经有不少的朋友进来 这个这个这个我们的网课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开始 那首先还是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每周二的线上课堂 然后今天是12月15号 我是Vanessa 那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做一个风险提示 就是说我们的这些金融产品呢 它们是具有一定风险的 所以它也并不是适合所有人 就是它没有办法像定期存款一样 导致您的这个收益 然后呢您要了解自己了解产品的风险 然后要了解您自己的一个需求 我们的所有的网课也好直播也好 都是一般性建议 那所谓一般性建议呢 就是说我们不了解您的财务状况和财务目标 那我们只是做一个一般性的对市场的分析 或者说对产品的分析 不是说对某一个人去做专门的这个财务的推荐 然后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看我们的这个一些法律的文件啊 产品披露声明等等等等等等 公司的简介也说一下 我们公司呢成立于1998年 总部是设在墨尔本的 全球都有分布 比如说像是这个上海 伦敦迪拜等等等等 然后是澳洲最早获得金融交易资格的券商之一 金融牌照 编号是这么多 然后受澳大利亚证监会的严格监管 那我们的产品目前是有 股票外汇全球指数黄金石油和数字货币 那就是说这些不同类别的产品呢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一个平台上面去进行交易 就比较的简单 然后我们提供的服务中英文的电话服务 包括微信邮件等等 然后如果说你是我们客户的话 也会有一对一的客户经理 也是可以加到客户经理的微信的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咨询 然后澳洲官网 墨尔本和悉尼的地址 这个地址可能就很快就会变了 我们墨尔本和悉尼都会搬到新的办公室 墨尔本我们会在可能一月或者二月初吧 搬到Calling Street 然后悉尼还是这条街 但是是搬到印象里是420号 这是我本人的一个介绍页面 就不多说了 因为大家可能之前如果说 经常听我们的网课的话 应该是有看过的 首先呢 在我们今天的正式的分享的内容 开始之前呢 还是惯例啊 我的网课开始之前都会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重要的一些Market News 第一个消息是跟银行业有关的 这个APRA 就是澳洲的金融的什么中文翻译名 太长了 什么省监管机构 取消了银行的股息的限制 之前呢是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啊 所以说他们限制了银行的分红 也就是派息是不得超过他们利润的50%的限制的 那有人说为什么这个疫情会让银行有这种派息的限制呢 因为银行他的这个派息啊 他都是用自己的现金的利润去进行派息 派息给股东的 那就是说呃如果说他把很多的资金都派出去了 那他银行自己账面上的现金就变少了 其实呢那银行他是金融机构嘛 所以说呃一般比较保守的情况下 我们是希望呃银行业呢 他们自己留存的现金越多是越安全的 但是呢今天的新闻是说呃 他们这个监管机构啊对银行进行了一系列的压力测试 然后就说呃那我呃现在是可以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向你的股东进行派息 那就不再限制只有你利润的50%了 所以说呢 其实这对银行来说算是一个啊比较利好的消息啊 但是为什么大家如果说有持有银行股 或者说有看了发现今天的这个四大行 股价还是下跌了 就是说这个取消上限的消息 还是没有提振到银行业啊 那主要的原因呢 我这里说两个 第一个是因为昨天啊 这个银行股涨的还不错 都涨的差不多1% 那涨的不错 那今天呢是如果说你说它是一个正常的回调也好 或者说啊反正一个市场的行为也好 再一个呢 虽然说这个消息啊 它可能是偏利好的 但是其实本质上来讲呢 它对这些银行他们的基本面是没有产生影响的 因为银行它拿到它的利润去做分红 那这个分红如果说分出去了 股东拿到那是一件好事情 那如果说没有分出去 它留存留在这个这个自己的公司里面 它去做一些发展也好 或者说啊做一个抗风险能力的提升也好等等等等 其实这对公司也不是一件坏事 所以说这个钱怎么分 我 分多少 这个其实它是不对啊 这个公司或者说银行他们自己的基本面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的 那其实比如说像大家都知道 科技公司 特别是发展还处在发展阶段的一个科技公司 他们是不分红的 对不对 他们不分红是因为他们把那个所有的利润都投入到新的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他们投入到新的研究和新的发展里面了 那也不会说是不分红 大家就说他公司不好 所以说这只是一个我如何去使用自己的利润的问题 好 这个银行的消息说完了 这个下一个是afterpay和zero 就是这段时间股价一直在上涨啊 然后afterpay加入了ASX200 就是澳洲市值的最大的前20家公司 那zero也是加入了ASX50 我刚刚是不是口误 ASX20 好 然后这个我们其实这两个公司我们也经常有提到啊 基本上就是我个人是一直不太喜欢afterpay 但是这个就是人家还是长得好嘛 那zero我个人是比较看好的 一个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科技属性 大大强过afterpay 还有一个就是它已经开始盈利了 之前我们也有出过zero的一个股评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时候的话 还是可以找我们要一下 这个zero我记得我们做推荐 或者说写股评的时候就几十块钱 今天已经140了 然后它这么涨下去 我觉得它的这个价格再这么涨下去 个人认为啊 可能会搞不好之后拆股也不一定 因为它还算是一个比较新的公司嘛 一个比较新的公司 但是它价格又那么高 它又发展的比较快 它可能像特斯拉一样 如果说特斯拉现在不拆不拆股的话 已经股价已经三四千了嘛 那这么贵的一个价格 很多投资者是可能会望而却步的 当然zero它才一百多 那如果说它继续涨下去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买起来太贵了 可能会做一个拆股 之前拆股对公司的影响 在我上一期网课里面有提到 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拆股和并股 对于公司的一个影响 个人看法 具体拆不拆还是看公司自己 因为拆股这件事情也是不对公司 造成一个基本面的影响的 但是也算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公司发布拆股的消息之后 股价普遍的会涨 好第三个就是矿业了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大盘的这个 矿产类的公司 股价是普遍下跌的 主要就是这个 昨天到今天铁矿石价格跌了一些嘛 铁矿石价格对澳洲的这个 矿业公司就是他们的关联性还是挺高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新闻的媒体称 中国已经禁止了这个澳大利亚的煤炭进口 那煤炭进口 煤炭公司 WHC今天就是盘前就暴跌了10% 所以说整个矿业就不太好 关于这个煤炭的消息 我多说了 多说两句 我还是习惯性的 我会去查一下像这种贸易类的产品 我主要是会去看一下 特别是跟中国有关的 我会去看一下他们的这个 中澳的进出口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关系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个是澳洲出口 澳洲的煤矿出口的一个 煤炭出口 好 然后呢 它的最主要的市场呢 是印度 中国和日本 这个紫色的方块呢 是日本 然后这个红色的这个 这个条状呢 是这个中国 然后 中间是韩国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澳洲来说啊 这个中国呢 它可能只是众多的买家之一 而且并不是最大的买家 所以说呢 这个 所以今天这个莫里森也说了嘛 他说我们还有很多别的买家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们还有很多别的买家 你这样禁止我们的东西 到你们的 到中国 你是违反了WTO协议的 好 所以说还是比较比较硬气的 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多别的买家 那跟铁矿石不一样 之前我提到过 铁矿石是中澳互为对方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就是说中国是澳洲铁矿石最大的买家 那同时澳洲也是中国最大的铁矿石的卖家 所以这个性质还是不一样啊 所以一直到现在中国也还没有打铁矿石这张牌吗 这个中澳之间的贸易纠纷已经有那么久了 但是铁矿石好像是没有打 就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那么轻易的去打出来 因为实在是比较难找到替代品 像是澳洲 像是中国 它主要从澳洲和巴西进口铁矿石 那巴西一个是铁矿石的质量不如澳洲的好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巴西的疫情控制也是比澳洲差远了 那这两个因素一叠加 真的很难打这张铁矿石这张牌 那再加上澳洲它肯定也是不希望看到这种事情发生 因为中国毕竟也是澳洲最大的买家 好 然后这是中国进口这个煤炭的一个情况 那中国进口煤炭进口的来源主要包括澳大利亚 印尼俄罗斯和蒙古 那我们看到对于中国来说 它也是有不同的选择的 像是除开澳大利亚这个红色柱子以外 那我还可以从印尼去进口 俄罗斯蒙古等等等等 所以说包括中国它自己也是产的 自己也是产煤的 所以说煤炭这件事情 它比起铁矿石来说 还是要程度上来说要轻微很多 好 那我现在说完市场 我们主要说一下今天的我们的话题 就是2021年的后疫情时代的一个讨论 因为现在已经年底了 年底下周马上很多人可能就是从下周一 就开始要放假了 放圣诞节的假放两周 那大家可能出去玩一玩 就是比较近的一个trip 或者说怎么样 或者说在家里休息一下 因为一年过去了怎么样子 可能市场一般来说12月会清淡一些 那更多的是我们去做一个回顾 再去做一个展望 所以今天可能想跟大家讲的比较宏观一点 之前跟大家说某个公司 或者说某个公司的财报 某个数据 某个指标投资的指标等等的就比较细节到数据上 那我们今天从比较宏观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2021年的一个outlook 或者说一个我们之后新的一年的一个投资策略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变化 因为我这个周末我是看了很多的投行 他们到年末的时候也都会做一些很多outlook 所以说呢我会把他们总结一下 结合一下就是大的机构 世界上最大的这么几个投行 这么几家机构 他们是怎么去看待2021年的这个市场 这个很就是我认为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是因为他们足够专业 第二就是他们手上把掌握的这个资金量是足够大的 所以说我们去看市场发展呢 看一个大的预期是很重要 那第一个板块是2021年的一个overview 一个outlook 世界经济的一个展望会怎么发展 会因为疫情一决不振 还是说会慢慢从疫情里面恢复 那主要我们分成 这三点来进行讨论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疫情的情况 我们这个疫情会怎么样 第一是因为第二波第三波的疫情 导致经济的下滑 还是说会因为最近疫苗的这些消息 而且疫苗已经开始 第一批的疫苗已经开始在美国运输了 然后会受到怎么样的影响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的是 各国的央行都在持续的放水 然后政府呢也进行了这些财政的刺激 或者说将要进行更大力度的财政的刺激 然后所以说呢我们一个总体的方向是 经济会不会恢复 会的什么时候会恢复 可能要到明年的下半年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疫情 疫情疫情还是疫情啊 所有投行的报告一开篇都在说 我们还是先看看疫情怎么样 所有的事情都跟疫情息息相关 那高盛预计呢 这个全球的经济恢复是会高于预期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他就是他对美国的一个GDP增长的一个恢复 他的高盛预计是2021年会达到5.3% 那像是这个我们的市场的预期其实只是3.8而已 然后对于中国它是7.5市场预期是8.0 那稍微会低一点 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中国它已经 其实它已经开始恢复了 中国的经济已经有开始恢复了 所以说呢其实反倒2021年的时候 它的这个经济增长的这个速度还没有别的地区 现在还没有完全从疫情里走出来的美国啊 这些或者说欧洲这些国家好 那全球的一个经济预期 它是6% 是高于也是高于一个市场的整 整体的预期的 好但是这个也有个大前提啊 大前提就是这个疫苗和政府的支持 疫苗是一定要不能出什么幺额子 疫苗一定这些的所有前提都是在疫苗 能够顺利的投产投入使用的这么一个前提下 还有一个就是政府的合理的支持 当然我相信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政府啊 它肯定是会去进行支持的 毕竟这个经济包括金融市场是对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肯定大家还是会进行合理的支持 那美国呢 高盛预计美国可能很可能会在1月的时候 推出1万亿的财政四季计划 是由拜登推出的 那本来预期是2万亿啊 但是可能会只有1万亿 但是不管是2万亿还是1万亿 反正这个财政四季计划是很快就会推出的 好然后还是来看一下这个疫情 疫情呢 短期来说 那我们认为短期就是近三个月吧 其实疫情还是会对经济有特别是实体经济有负面影响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右边这个图啊 我们在去年三四月的时候 全球的疫情的这个感染人数已经到了一个高峰 然后回落回落回落 现在这个新冠的感染人数又快要接近去年的一个峰值了 所以说呢 这个疫情第二波是已经来了 特别是像是欧洲美国 那欧洲的很多国家已经开始lockdown了嘛 德国已经是开始硬封锁了 这样当时我们墨尔本一样 不让大家串门或者说怎么样子 就是一些比较 是一些比较严格的一些封锁 那但是呢 我认为这个 这个峰值啊 它可能是没有去年这么高的 第一个没有去年这么高 而且第二个它可能会提前就回落 因为当时去去年 全球疫情达到巅峰的时候 是因为很多国家它没有准备好 或者说它没有意识到 那不管是 这个准备或者说是意识 现在我们已经是有这个 足够的这个这个这个准备的 就是说大家也知道要怎么样去做 或者说大家也已经有了这个充分的意识 但是呢短期的对经济的影响还是会有的 不过长期来看呢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时间线延长到明年 或者说甚至是明年末 或者说是后年的话 其实应该是经济还是没有问题 这基本上是大家的一个共识 那所以这个乐观情绪是有的 主要呢还是因为这个疫苗带来 然后再加上 大家已经有过这个经历了 然后市场 不是市场 全球经济已经开始有一些的 这个慢慢的 有这个苗头了 那大概呢 预计可能会在春夏后 北半球的春夏 也就是明年的第一个季度以后吧 旅游住宿和餐饮会有一定的反弹 有人说已经超前高了 好 然后这个是一个疫苗的投放的一个步骤 我们就是可以看一下这个 因为我们如果说提前知道疫苗的 我们知道疫苗现在已经有进展到什么时候了 那它跟经济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所以说我们看一下疫苗的这个投放 我们也能够大概知道 经济什么时候会不会跟随着这个疫苗就恢复呢 那第一疫苗呢 一般我们把它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是疫苗刚出来 可能就现在还不算Face1 现在可能就是刚出来 可能会做一些紧急的使用 那到了Face1的时候呢 它会先给那些高位人群去进行注册 比如说高风险的医护人员 然后就是这些一线的跟疫情相关的工作人员 会进行注射 然后后来呢 再可能会发展到去对一些老年人 老年人身体本来就比较虚弱嘛 如果感染了新冠就可能没有办法 那么快的去像年轻人一样的被治愈 然后就是第一阶段 那到了第二阶段呢 可能会给一些有一些疾病的人 再去进行注册 比如说比较肥胖的人是风险比较高 或者说糖尿病 然后再是一些剩下的一些这个也是年龄比较大的人 然后还是还有就是比如说要接触到食物的人 或者说一些收银员什么什么 反正就这一类的风险次高的一类人群 然后最后再到Face3 第三阶段 然后再去给小孩啊 然后或者说是一些青年等等等等 这些这些一些服务业的工作人员 或者说是老师啊等等 然后到了Face4就可以几乎可以达到一个全民的接种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那一般来说机构预计啊 如果说我们要到了Face3 就是说达到大多数人都能够注射到疫苗的 这么一个阶段可能也要到明年年中了 所以说几乎明年的这么一个经济的recovery 要至少是至少是一季度以后 四四月以后吧 四月往后 然后再到明年年中以后 可能这些呃旅游餐饮住宿可以会进行一个反弹 好 然后这个当然这个疫情之后还是有一些担忧 不过这个担忧呢 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严重 一个是就业的问题 就是说疫情会不会永久的影响到就业的市场 就业市场肯定是会被影响到 但是呢 大家其实是可以看到 像是这里 这这这是失业率啊 左边这张图是失业率 从在今年的时候 骤然的上升 然后在骤然的下跌 它其实是突然上升突然下跌了 为什么 因为主要是在美国啊 因为当时有很多的临时的裁员 但是呢 这些人我们把它称为临时的失业者啊 不过在后来啊 慢慢慢慢的 包括一些啊 控制或者说是一些经济上的支持的 这些临时的就业者呢 他们已经回归了工作岗位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失业率有差了一下就下来了 感觉还是可控 可控的 那这是一个就业市场啊 现在不太乐观 那长期来看呢 能不能恢复还是能 还有个就是企业破产的问题 企业破产呢就是它会不会新冠导致的这个企业破产数量怎么样 还有会不会有很多很多的企业就像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就永久的倒闭了 那高盛呢他是去做了一组数据啊 这个上面这个红色的 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这个企业破产的这么一个指数 然后下面这一条绿色的呢 是今年2020年新冠疫情的企业破产的这么一个指数 那其实可以看到08年金融危机的企业破产的这个数量啊 是远高于2020年的 那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其实还是 其实在这期间还是有不少的新的公司去进行注册的 所以说在企业破产和就业 这两个维度上来说呢 呃他新冠导致的这两个问题没有 第一没有呃08年金融危机那么严重 第二呢就是他的可恢复性 或者说他恢复的时间呢 其实是应该是可以短于当年的这个金融危机的 好然后下面这个就是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就不多说了 因为大家如果关心的话都会知道不管怎么样 不管是哪个地区哪个国家 春秋来说那2021年肯定是啊 放水的那么一年 或者说是低利率环境还会持续到呃 应该是低利率环境会持续到2025年 直到2025年以后可能呃 这个这个呃各国的央行才会考虑去进行加息 所以说这个低利率环境是肯定的 然后货币的政策鸽派 没有说只有欧洲更格只有谁更格没有谁不格 所以说呢一般像是低利率环境的时候呢 大家也都知道利率比较低的时候 啊像是我们的一些现金的收益 或者说一些啊别的资产包括债券的收益 它都是比较少的 然后呃他是比较利好股市的 所以说整体上来说如果说作为一个五年的维度 或者说近一点一年两年来说股市它的上涨应该还是有这个经济的支持的 好所以这是我们做的2021年一个一个世界经济的一个展望 就暂时分享到这里 其实总结两个字就是乐观 大家都乐观 不只是我乐观 大家投行们 央行们 政府们其实也都还是比较乐观的 那所以说做完经济展望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我们今天要分享就是后疫情时代的投资策略 好投资策略 2021年了 我们已经认为2021年是可以呃这个这个疫苗是可以问世的那么一年 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后疫情时代 那像花旗银行他做了几点的解释啊给大家画一下重点 他说什么呢 他说呃大家作为投资者你自己要知道你手里应该要留多少的cash 因为他其实不太推荐大家都呃有把这个cash留在手上 然后呢 所以说你要去在手里留到了cash之后 然后你要去做一个投资investing the rest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 在央行这么放水的一个大的环境下 这个cash他产生的收益 不管是你去做银行存款 或者说你去买一些国债等等等等 他都是非常少的啊 然后再加上这个第一 这个这个他如果说不断的印钱嘛 你知道这个多了的话钱他就不值钱了 所以说呃大家是要做一些投资的 然后呢他认为手里的股票可以多一些债要少一些 当然我觉得大家手里应该是有债券的人不多啊 好然后呃我看看这个还有什么种 呃重要的啊 然后有一些就是顺着我们的一些发展的趋势去呃做equity 就是股市的投资 然后这是他后面提到的均值复归 然后再一些捐这些这些好这些就不多说了 然后其实他总体做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说啊 现金少一点 然后呢投资呢呃 如果说比较于其他的市场来说 其实equity market就是说股权的市场是能够产生更高的收益的 好然后就是他他们自己做的一个portfolio的一个变化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在呃2020年12月的时候他们会去改变一下他们的这个呃投资组合的一个情况 第一个就是这个绿色代表增加增加呃全球的股票的那么一个投资 就是从原先的1.5%增加到9.5%那主要增加的是developed equities就是说增加发达的呃这个叫什么developed equities就是发达国家的呃股市的这么一个投资 那像是新兴的市场新兴市场比如说啊中国啊印度啊等等啊他也会增加 但是呢增加的没有呃发达国家的那么多 然后像是global fixed income就是固固定收益类的产品主要指的就是债券了固定收益类的产品 他们是会降低投资投资的这个呃原因刚才已经说过在低利率环境下啊呃 cash和固定收益类或者说债券给我们的回报是比较低的 然后在基于我们之前讲到的2021年的这么一个啊普遍乐观的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吧 啊所以说呃增加股市的投资是有必要的 好这个是各类资产的预计的回报啊 啊然后 我不去多说是他们做的一个estimate 然后我们可以看重点就是第一个是呃全球的股市的预计回报啊 呃发达的国家的股市预计回报是在5%啊 听起来不是很高啊但是对比我们的这个现金存款利率 我们的cash rate已经是呃高出不少 然后呢这个西星的市场呃他的收益会高一点 9.2%但是风险风险和收益并存吧 所以说风险也会高一些 那像这个cash的收益0.7%是很低的 然后固定收益类的产品1.2% 然后房产呢这里 有提到说房产的这个 rary state给的回报率是可以达到8.8% 其实还是比较高的 那当然他房产大家也都知道买房子嘛 你必定是要牺牲你的流动性风险的 因为他的这个投入是比较大 比较大的所以说你会牺牲一些你的流动性 然后但是呢整体还是向好的 其实大家在澳洲也能够隐隐约有感觉到房市是有回暖的一个迹象的 之前我也做过一个分享 房市的回暖可能在2021年也会开始 尤其是到2021年年中以后吧 房市是可以回暖的 那大家当然我知道华人们大家一般都是会买房子的 那你如果已经买了房子了 然后你又说我又不想拿这么多钱去这个去买一栋新的房子 或者说怎么样 那你其实是可以买一些相关的股票 或者说房产的信托的基金 Rate 这些都是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去进行交易的 大家也都是可以看 好 然后这里他提到有一个现象叫做均值回归 如果说大家学金融的可能是知道有一个叫做均值回归的现象 均值回归指的是什么呢 他指的是说就是在比如说一些股票的回报 他可能他其实可能他的回报他可能社会是这样的 或者说是这样的 就我们假设这个黄线是他的一个平均的这么一个水平吧 然后呢 他 然后他的市场的行为 他会围绕这个黄线的波动 然后呢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呢 就是说他会均值富贵 就是说他到了这个点的时候 他会下去 那他到了这个低点的时候 他又会上去 所以说很多的资产 他都有一个均值回归的一个现象 然后像是高盛啊 他们就认为这个均值回归的现象是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 比如说像是一些在新冠疫情里面超跌的一些资产啊 或者说他的这个估值已经扭曲的资产呢 他可能是会在今后啊 市场秩序恢复正常之后 他会逐步的进行调整的 所以说我们要关注什么呢 关注那些超跌了 他跌到这里 他还暂时没有回去的那些板块 那些公司 那像是呃 之前已经涨的非常厉害的一些科技公司呢 啊他们反而会认为他的呃 新的这个一年的这个收益呢 他是跑不过 比如说像是这些超跌的金融 工业房地产 酒店 饭店 航空公司 这些板块的 所以说这些板块是尤其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好 他这里提到了一个COVID周期性行业 COVID Cyclical 这个怎么读 Cyclical 哦对 Cyclical 然后周期性行业的这么一些公司 像是金融的行业 金融行业 大家也知道 随着 随着 疫情的发展跌了很多 然后还有工业的 那之前呃 像是这个公司叫做Challenger 它是一个金融的做养老金的公司 我之前是有提到过的 也写过股评 大家感兴趣可以看 他做养老金呢 呃 那么两个国家呢 其实这个市场还是很大的 而且老龄化的这个现象 它会越来越重 而不是说短期之内会减轻 所以说这样的公司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还有这个阿德莱德水泥公司 它是做水泥的 那不管是房市相关 工业相关 都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一些公司 好 然后呢 这个就是给大家列出的一些 呃 一些板块 这不多说 感兴趣的 可以之后找我们要一下 这个PPT 然后呢 还有一个策略 除了军值回归之后 大家可以关注什么呢 可以关注David and Equities 可以关注那些分红比较高的公司 像我刚才一开始提到的这个 呃银行股 澳洲的银行股 本来澳洲的银行股 它的分红就高啊 然后现在取消了 他们分红的上限 那 呃 这个 其实股息 它可以 呃为我们带来固定的收入 因为我们大家做投资的 大家是明白我们的 这个投资的回报啊 它其实是分为两 两部分的 一个是capital gain 还有一个是income 那我以房子来举例 房子对于 你买一个房子 它对于你来说 capital gain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房 房屋的增值 对不对 你100万买的 然后它第二年120万了 那capital gain就是20% 那还有一个是income income比如说 就像是你租出去的这么一个租金 那其实股票 它也是有这两部分的 第一个capital gain 就是它股票本身 这个股价的上升 income呢 那就是 David 好像这些大的投行呢 他们觉得2021年 这个债券固定收益类的产品 不行了 那我们还是需要这种 周期性的income给到我们 那他们认为 这些发股息的公司 就是很好的能为他们的投资 带来定期的一个income的 这么一个渠道 像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 像英国的公司 它的派息率 整体派息率40%是很高的 然后这边就是这个亚太地区 developed market 这是亚太地区的发达国家 除开日本 3.3% 那像澳洲 大家也知道 澳洲的一些成熟的公司 矿啊 或者说是银行 他们的派息率其实是很高的 然后别的国家就不说了 美国它的公司的派息率比较低 为什么比较低呢 其实因为美国它的科技公司多 我刚才提到过科技公司 它不怎么派息 它要派也派的很少 所以说呢 相较这方面来说 美国公司派息比较少 那像澳洲 大家如果想要有一些 这种income以类的这种收益吧 其实是可以关注高股息的公司 当高股息的公司 还是要关注成熟和稳定的 它不要这次把股息派了很高 然后下一次它就破产了 那银行股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 它的股价比较稳定 然后它的这个派息也比较稳定 波动也会比较小一点 好这里也是讲到后疫情时代 股票比起传统的债券 它是能够更能够为我们提供收益的 这么一个资产的类别 好然后这边有给大家列出来 全球来看 全球来看 股息派发最高的这么一些行业吧 第一个是能源类的 然后下一个是电信类的 然后就是银行 然后utilities就是什么 那种叫做什么 像origin那种给你用电的那种公司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股息派发率比较高的一些行业 大家是可以去关注 好然后我们讲完了这个后疫情时代的这个投资策略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有什么投资策略 第一个呢就是说 这个钱大家收益率比较低 大家可以去做一些投资 但这个投资稳定的也好 或者说你追求风险的也好 就是说你可以去不要只是简简单单的把钱存在银行 那你如果觉得真的是要非常稳健的回报 你去买一些这个理财类的产品啊 或者说什么都是可以的 总之就是说cash他现在 就他的收益是非常低的 然后呢是我们要去关注军职回归的这么一个现象 多去关注疫情里面还没有完全的recover的那些公司 然后已经涨得很高的公司 比如说一些科技公司 但如果说我们有的话 我们可以再拿一拿 但如果说去追高的话 现在暂时是没有这个很高的很大的必要 就是说他们的发 他们的这个股价上涨的潜力呢 没有这些还没有recover的这些行业那么大 然后下一个是dividend equities 那就是主要的我们的三个的三大的 这么三个大方向吧 然后后面我们讲到几大的发展趋势 发展趋势我们讲了之前讲了经济的 展望然后讲了投资的策略 最后我们就会落到这个板块上来说了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然后在板块上来说呢 我主要给大家总结了四大趋势 第一个是绿色能源 第二个是5G时代 第三个是亚洲的崛起 第四个呢是医疗板块的这么一个 投资的机会 绿色能源大家也是 之前也是说过很多啊 不管是我们今年表现的很好的 新能源汽车 不管是特斯拉未来 这些中概股都是表现的非常好的 那再加上我们知道 拜登马上要上台了吗 是主张要去推行新的能源 然后取代一些旧的 不那么环保的能源 然后可能会重新去签巴黎协议啊 等等等等 然后一系列的政府的政策吧 所以说绿色能源绝对绝对是我们 不仅是明年这一年 是今后好几年的一个 关注的一个板块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清洁能源 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便宜的一个 发电的那么一个能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右边这个图啊 在2021年2010年的时候 大概可能十年前吧 这个绿色的这个线 是太阳能的这么一个成本 是非常高的 然后这些粉色的线啊 是天然气煤或者说是中国天然气煤和美国天然气煤 这个 蓝色的我画出来的这条线 它是 这个叫做什么 太阳能 太阳能的成本 那到了2021年 这个太阳能的成本已经低过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的煤和天然气的成本了 那照着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那以后这样子的清洁能源 它不仅是高效 它不仅是 环保啊 而且它还便宜 那没有什么道理不用嘛 所以说 这一定是一个 那再加上科技的发展 它一定是一个未来的发展的趋势 所以呢潜在的受益者 电动汽车制造商 啊 其实现在大的那几家 大家都是知道的 就那几个 然后 电池包括相关的电池的制造商 然后基础设施的供应 然后智能电器等等等等 那相比来说呢 化石燃料 这些传统的能源公司呢 他们可能面临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而下一个是5G的时代 5G的时代呢 这个因为5G的时代 这个这方面 其实我自己是不太懂啊 但是呢 我们是要知道这件事 这件事情 就是5G的时代 它确实已经来了 然后这个 未来也一定会发展的很好 那它也会 助力发展的是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跟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电动汽车制造商 其实是有关联的 对不对 其实特斯拉这两件事情都在做 但像是远程的医疗 医疗的 这些行业 如果是说比较创新 有创新的这么一些医疗的公司 等等等等 这方面都是可能去受益的 好 然后第三个这个发展的趋势呢 是这个亚洲的崛起 The Reservation 几乎这些所有的投行都提到了 这个亚洲的崛起 是未来必然的一个趋势 在未来的这个几十年中啊 经济实力会继续向亚洲转移 那像中国和美国 他们会形成一个G2的强国 他们之间的战略和竞争呢 都是会加剧的 那贸易和公司的这个限制 可能会升级 但是呢 基本我们不认为会发生 直接的军事对抗 或者说是完全的脱钩 那这个在这方面的竞争上的技术 是这个关键的战场啊 所以说这方面大家是要关注的 那像是受益者 包括台湾 韩国 日本 欧洲的半导体的设备的制造商 那像是中国经济的持续的发展呢 那可能是利好一些消费品牌啊 然后旅游旅行 医疗保健等等等一些行业 当然这些都是比较更长远的来说了 那2021年 它还不会那么快的反映出来 那这边给大家 列举了这个G2 Relations的三个情况 是从就是普通的情况呢 可能就是说 一些 就是大家正常的发展下去 然后像好 像好的一种情况和像差的一种情况 这个就不仔细的去说了 然后还有就是想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是说那像是 其实目前来说 大家也能感受到逆全球化的这么一个 风潮的这么一个来临 不管是中美的贸易涨 还是中澳之间的贸易关系 大家现在越来越多 因为从18年就开了这个头 大家越来越专注的是这个贸易保护的这方面 尤其是美国他想要做贸易保护的 这件事情 那逆全球化 现在已经是这个很难逆转了 那今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当然我个人倒不认为 每个国家之间会独立 那之后我认为会发展成区域型的 这么一个经济的发展 比如说是 美国和我举个例子 美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不错 然后他们之间的一个区域型的一种贸易 那像是东亚的联盟 他也会有一个区域的经济型的 这么一个经济体吧 然后大家可能会在这个 这种区域型的经济体内呢 大家做一些贸易的流通会更好一些 然后但是像是 像回到以前的完全的全球化的那么一个状况呢 我认为短期之内是不太可能的 那所以说大家也看到现在国内都在提倡什么 内循环对不对 内外双循环 其实就是想要拉动内需嘛 因为很多东西你生产出来 你必须要去消耗它 你才能够去把它转换成经济 转换成真正的财富 这个不多说了 好下一个就是我刚才已经有提过老龄化的问题 其实老龄化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但是它可能会在今后的几十年当中 缓慢的去影响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生产力 因为当你的年龄的主体结构都是年龄偏大的人的时候 它的这个生产力一定是会下降的 但是呢 它也给我们作为投资者带来了一些机会 就是医疗保健相关的这么一个机会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啊 在二就应该是2010年 在2020年以后 这个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会 以一个比较陡峭的方式往上增长 那到了2070年 到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很老了 那个时候老龄化的人口 可能会占到人口结构的将近30% 当然这是未来的世界了 但是现在给我们的机会呢 主要是医疗相关的一个创新的领域 然后再加上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 那我们是认为政府 它可能是会在医疗板块加大更大的投入的 所以说这方面我们认为医疗还是永恒的一个话题 所以说这方面我们是可以关注的 关注的是生命科学公司 比如说CSL 但现在可能你觉得它价格稍微有一点高也好 或者说是现在入场不是一个好时机也好 或者你觉得它涨不动了 或者说怎么样都好 但是如果说我们目光放长远一点 像是CSL这种类型的公司 那它基本面是很好的 然后包括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然后还有像是一些做医院的公司 之前我们有分享过一些股评 然后还有就是做诊断的公司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再加上我之前提到的做这个Challenger 他们做养老基金的公司 这些都是老龄化问题给我们带来的 可以去关注的公司 好最后分享一句话 就是JP Morgan 他们在报告里面写的 他说 股票的估值现在是很高的 尤其是那些大型的科技股 他们值得这么高的估值 那他的这个基础 其实也是跟之前我说的逻辑是一样的 就是说在全球目前的一个经济的展望下 包括央行放水财政的刺激等等等等 钱越来越多 利率越来越低的这么一个情况下 资金会往哪里走 那可能是股市去到的比较多一点 那债市收益率也就这样 但债还是不说没有人买 因为大家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 说是澳洲发行了负利率的债券 但是呢还是被oversubscribe了 就是还是买的人是很多 有人就说 为什么负利率的债券还有人买 这里又多说一句啊 就负利率的债券 大家知道债券我们一般是有面值的 比如说他的面值是1000 然后呢你买的这个价格呢 他有可能比如说你买998 然后呢相当于你把它持有到期了之后呢 你的这个债券他就1000的价格对付给你了 假设我们中间没有任何的这个coupon 那个叫做什么债的coupon的发放 好那负利率的债券人是说 比如说我的面值face value face value等于998 然后你买要买买他买成多少呢 你买成1000 相当于我买了你的债券 我买你的债券相当于我把钱借给你啊 然后到了之后你还还我少两块钱 他但是他还是卖的有比较好 那为什么说还是会有人去买负利率的债券呢 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于降息的预期 好降息的预期 为什么会让大家去买负利率的债券 因为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我就不说了 反正就是大家知道降 如果说利率的下降 他会让债券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上升 interest rate下降 然后 债券二级市场 好所以说呢因为债券他是可以在二级市场上去进行交流的 去进行去进行交易的 所以说当利率下降的时候 债券他的市场价格在二级市场的市场价格 他会上升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预期 还有一个预期呢 就是说不想 就是会有不管是机构啊 还是一些银行等等 他们是不想持有太多的cash 而因为其实cash呢我们本质上认为他是央行发放的 那债券尤其是国债 我们认为他是国家发放的 其实他背后 做这个信用背书的主体机构不一样 所以说一般发达国家发行的国债 我们认为他的违约概率是很低很低的 比这个央行的信用等级是要高一些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投资组合的需要 因为像我们个人 我们自己去做投资的时候 可能大家翻译 大家去看这个叫做什么 asset allocation这件事情不多 我们可能会很关注 我到底应该去买哪只股票 但是我建议大家在做投资之前 想一想自己的asset allocation 就是说我的投资组合的大的类别会有哪些 比如说股票 比如说房产 比如说现金 比如说一些债券 等等等等等等 比如说还有硅金属 其实像不管是一些基金也好 或者说是机构投资者也好 他们是不会把所有钱都放在一个投资类别的 那像我们一般来说现金是肯定有的 对不对 然后房产呢 肯定也是有的 那股票配置多少 大家最好在投资之前 把这些需要的这些投资类别 写一个百分比下来 我要多少钱多少的资金投到某一个类别下 我房子值多少钱 我的现金我要留多少 这些都是大家需要去考虑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作为投资者是需要考虑投资组合的 而不是说我哪只股票要投多少 你先考虑大的方向 然后再去做这些小的规划 好 现在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内容差不多讲到这些了 然后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讨论 或者说大家有什么观点 如果说有对2021年有什么新的观点 或者说跟我不一样的观点 可以打出来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然后我这里是给大家放一个我们的联系方式 我们的中文直线电话0386580603 然后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发邮件 然后左边放的是这个我的微信二维码 工作微信二维码 大家可以找码 如果说有什么问题 因为现在比较晚了 如果说我们没有讨论到的 我们是可以去加我们 然后做一个了解 然后有人问科技股APX大跌该投入吗 当然其实我觉得 这个公司 我没有特别仔细的看一些公司 但是它是做人工智能的 我那天还去看资料 我说看半天 没有看懂 看不懂 因为它如果是它的科技属性太强了 我就不太能够特别的很好的像是我们去理解一些别的公司的业务那么好理解 但是呢我认为我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机会 好 我看看大家还有什么 然后 对 对 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之前的微信直播是每隔一周三 那我们下一次的微信直播是要到1月6号了 1月6号是我们2021年的第一场微信直播 也就是说包括这周接下来 接下来的两周都是没有微信直播的 但是我们周四的网课是有的 12月17号会有网课 12月17号的网课是coco 然后我们周四的网课呢是手把手的实操教学 可能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这些软件的使用 然后或者说是一些技术指标的加载啊 就是跟大家说的比较详细一点 那我们的周二就像今天的这么一个网课分享到的 就是会跟市场的市场的相关会比较多一些 然后后面的广告就是如果说大家还不是我们客户的朋友 大家其实是欢迎大家来扫我们的码 或者说是去跟我们预约一个咨询也好 就是说不管您是不是我们的客户啊 你可以提前跟我们预约一个一对一的这个咨询师 分析师的咨询 然后呢像我们能够提供的服务 大家也都是知道的 这就不多说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每天的邮件 每天的广播等等等等都是有的 这个就是广告 好的这个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 就今天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 如果说后续还有什么问题的 大家可以去扫码加我们的微信 或者说打我们的电话也好 然后我们都会一一的为大家解答 在明天上班的时候 今天呢这个课程就先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参与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